六十七歲 離異 退休金兩千八百元 住房面積六十平 這東西是亞洲之家園 老好找了 八張老四名都知道 別挑選了 我在擦 沒事 關門 光榮之家 我當鍋兵 那當鍋兵都有這個嗎 都有啊 副燃軍人都有啊 你是副燃軍人是吧 對呀 當名單旗要當三年 這是擺西藏就是油車 我好意思擺車就照的 這是原始不達那個照片 我們有一個陝西兵 是啥呢 他戴的相機照的原始 那老堅果我們家現在兩人抬一拍片 玉河過河 玉山過山 冬天凍邦邦硬 那叫做電梯是呢 那腳扣踩不住 坐電梯 夏天曬得溜滑 提起當年在西藏當兵的日子啊 雖然條件艱苦惡劣 但是黃叔說了 那卻是自己這一輩子最難忘的兩年 退伍後啊 至今仍然念念不忘 回來就到礦山機場 因為七五年回來那一年吧 父親在哪個單位 子女就上哪個單位 在松江水雲場 松江水雲場退的 結了婚我也跟老爹 媽在一起 完了單位給我房子呢 我和新年離婚就給我喜 提起自己的婚姻 剛才還一起風發的黃鼠 眼神和語氣瞬間就失落了下來 這一次天就一般感情 那不下結婚了 那你 那歲了28 25 直接出好幾個對象 都不行 就一樣我媽說了 帶萌眼來 挑來挑去挑個沒臉都行 有些話就別說啊 說媳婦那些事我都不願意說 出對象我都不說 我說咱們離婚都有原因的 我也不問你 你別問我就得了 就在我們正和黃鼠聊天的時候 李阿姨的電話突然就打了進來 倩倩我這邊要快到了 行 好了 那我們今晚馬上出發 去車站接你啊 好嘞 好嘞 接到黃鼠的盛情邀請 李阿姨早早地就坐上了 來吉林的火車 眼見著相親對象已經快到了 我們也趕緊陪著黃鼠 趕到了車站去接李阿姨 阿姨 沒認出來我是不是 我媽媽不走呢 沒認出來我是不是 你吉蘭都玩的 我慢高 剛完事兒就過在街上了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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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 這是那個李瑞光 他叫黃喜財 我叫黃喜財 黃大哥的比你大 你好 我先想像他在 瘦靚漂亮 但是不太 我想像怎麼樣 他是穿著雲服 這個阿姨不怕 不穿雲服 他穿著長雲服吧 再一個就腿伐著 也看不出來有毛病 有毛病 個兒好像 個兒也就是一米七零吧 對不對 另外呢 在形象上 嗯 好像 嗯 好像 就是就醜著 他就像 臉上就像 有點那個浮腫 那個感覺 給我的感覺 再就是說 從照妝上 都不是我想要找的 這張臉長相 就像六十多歲 我想找個長相 我現在說實話實說 就是六十多歲 也不像六十多歲的 長相給第一印象 哎呀五十左右歲 有毛病